各位觀眾歡迎收看健康頻道 今天是2020年元月5號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 我們要準備將這一顆 你看這一顆就是橫式肉粿 這橫式肉粿它已經長很大顆了 我們打算做修剪 然後順便斷根 然後示範給大家參考參考 那我們在斷根或者要修剪之前 你要先查一下說 我們未來一周會不會下雨 我剛剛看了一下氣象的預報 在北台灣這邊 未來一周降雨機率比較低 你盡量挑選這一個禮拜內 它不要下雨的時候我們來做 之後你處理之後 傷口暫時不要碰到水 因為要避免它被細菌感染 然後造成它可能會壞死 雖然說沒有這麼容易壞死 但是我們還是要盡量避開 因為如果下雨有傷口的時候 有些特定的植物它會特別容易的受傷 我們現在就是要來示範說 示範給大家參考參考一下 首先我們先介紹幾個道具 首先這個叫軍刀具 電動的 它是電動的鋸子 那你現在看著我身後的這個 大概比手指頭稍微粗一點點的 這個樹枝呢 你要用軍刀具鋸也可以鋸得掉 但是我不建議鋸 不建議使用軍刀具 為什麼 因為軍刀具鋸 它要鋸比較久的時間 浪費時間 鋸像的厚度 你如果說像你手邊有這種 強力減 這樣一減它就斷了 你用強力減就好了 而且速度比軍刀具快 那軍刀具比較適合什麼樣的長度呢 軍刀具它比較適合 應該說粗度 舉個例子 像假設我們這麼粗的一個樹幹 那個強力減 假設剪不斷的話呢 你就可以用軍刀具 然後呢 稍微再粗一點點 大概這麼粗呢 你也可以用軍刀具 這麼粗 我們講到這麼粗 這麼粗 你也可以用軍刀具 那這麼粗你可不可以用軍刀具呢 也可以啊 問題是你要鋸很久 這麼粗的話呢 我當然是建議各位用鏈鋸 嗯 就斷了 所以有時候你在 鋸 你看像這個木頭類的東西呢 你要切割 或要剪材的時候呢 你要做適當的道具去做處理 像 假設那麼粗好了 這麼粗的一個樹枝 你說你拿鍊鋸 鋸 鍊鋸又覺得好像叫大材小用 假設只有鋸一隻 就這麼粗 那你就拿軍刀具 慢慢時間稍微久一點的就鋸 用軍刀具鋸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你真的覺得 這麼小隻 你要用軍刀具呢 其實建議也是可以 用鏈鋸啦 你要用鏈鋸也是可以 你就覺得鏈鋸 你覺得方便的話 你就拿鏈鋸 如果現在有電動鏈鋸 那電動鏈鋸 直接開下去就OK了 那有些汽油式的 又要拉 那個汽油式的 有時候你放久的 哇很難拉 非常難拉 哇拉拉拉 尤其是那種中古的 非常難拉 有時候可能拉半天拉不起來 你還不能拿軍刀具去鋸一下 假設一隻的話 如果很多隻的話 當然還是用鏈鋸會比較快 那你有鏈鋸的話 鋸這麼粗的是 一下就鋸掉了啦 當然我們所以我們要鋸東西呢 都是要看你的樹的大小 然後呢 來使用 那首先呢 我們等一下要 我們先處理上半段好了 我們先講上半段 我們現在要鋸呢 我們雖然這個粗度呢 比拇指粗的大小呢 雖然可以用軍刀鋸 鋸沒有問題 我說過軍刀鋸啊 你要時間很久 但是呢 我們就是不希望花這麼多時間嘛 像 其實這種 有的花友啊 說要教我怎麼修剪 叫我教 說大家說怎麼修剪 其實呢 我並不是那種很專業的 你要學的話 應該要去問那種很專業的那個 就是 處理花草樹木的那種專家 去教你會比較好 那我們只是呢 就我個人的經驗來做教學 像這種大小呢 我喜歡用這種刀 一刀 就像這樣子喔 剪下去就好了 那多乾脆俐落 好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橫式肉桂 你要拿去接枝 拿去擦 我不知道擦枝能不能擦的火 但是我不想擦 這麼多 那這葉片呢 你如果可以挑保留乾淨的呢 摘摘摘摘摘下來 然後呢 風乾 然後保存 然後去 呃 對 先洗一洗啦 先洗一洗洗乾淨 風乾保存 所以呢 我們就把它剪下來 然後葉子呢 可以保留使用 有沒有各位 我現在一剪下去 馬上就 一下就矮了一截 那以後呢 它就長矮矮的 讓它長矮矮的 就每年控制高度矮矮的 不要太高 因為呢 我們這個肉桂呢 肉桂葉我們就是 主要是拿來食用 要食用的話 建議就是 風乾 那你有乾燥機是最好的 就 叫做 低溫烘乾啦 烘乾之後呢 這個葉子呢 它可以 我們可以把它打成粉末 如果你有打那個粉末劑的話 你就打成粉末 也是不錯的 那打成粉末呢 我們比較好保存 你要做什麼食材的時候呢 就要灑一點灑一點 拿來用就OK了 接下來呢 我們把這個不必要部分把它剪掉 呃 因為我們這個位置 它有差了兩個支 一個這個是主幹 這邊旁邊有個支幹 那我們呢 不想要這個側邊的支幹呢 你就直接把側邊的支幹 直接剪掉就好 有沒有 剪下去多乾淨啊 對不對 再來這個支條呢 也是呢 我們 剪了這麼乾淨之後呢 我們就盡量 把這上面的支條呢 我們保留 未來可以使用 當然啦 我們明年 如果要明後年 又長更多的時候 你要剪再剪就好 那我們呢 把這下面的部分呢 剪掉 剪乾淨一點 OK 就是這樣子 哇 感覺上面好多蟲卵 有很多蟲的蟲卵 有很多蟲的蟲卵 那我們先剪完這樣子呢 就大步完成 那各位 你如果說 未來你要控制它的樹形 它在漲的時候 你要控制樹形呢 再去做處理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 還要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我去拿一個道具一下 那我現在手邊有這個叫 癒合劑 那有些人呢 在我說過 他在這個 傷口切 我們切 切掉之後呢 他會塗這癒合劑 塗癒合劑呢 就是要為了避免他 被細菌感染啊 壞死啊 但是為什麼 我剛剛跟大家講說 你要剪的時候 要調好天氣 未來一週不會下雨好天氣 所以呢 這個癒合劑呢 說實在的 我已經買了 可能有 十年了 目前看起來 我摸摸看還能不能用啊 乾掉 已經乾掉 已經乾掉了 已經乾掉了 不能用了 十年了 果然是不能用 不能用乾掉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已經不會死 手剩進去 就是硬硬的啦 已經像橡皮一樣了 沒有用了 已經乾掉了 這個可以丟掉 沒有用 這十年來 幾乎沒有再用這個 因為我都是 趁著好天氣的時候 剪 剪掉就沒事了 你不相信的 你可以去試試看 那你如果說 你剪下去的時候 會馬上碰到下雨天 你就可能就要塗這個 這個就是 在傷口呢 會有一層保護作用 當然我還是不建議 下雨天做啦 反正你未來一週內 其實講一週 實在有點久啦 大概三天就夠了 但是我還是建議說 盡量維持久一點 一個禮拜的時間 盡量不要碰到水 這樣就OK了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做斷根的動作 這個植物啊 我說過啊 你如果這樣剪掉 你如果不做斷根處理 我把距離拉近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接下來我們要處理斷根 好 大家看一下 你看下面是不是很多的根 根都已經長到這個表面上來的 有沒有 這些根 這其實我很多年 都沒有去幫他斷根 那為什麼我沒幫他斷根呢 因為我把他換了很大的盆子 盆栽啦 所以呢我很多年沒斷根 那剛好呢 我們有機會呢 就順便拍給大家看一下 哇 我看到基母蟲欸 在這裡 我找個東西挖一下 各位有沒有看到 好大隻喔 這隻怎麼這麼大隻啊 這隻 這隻 小隻的啦 這不是大隻的啦 小隻的 啊 不管他 上面呢 很多的有機質 簡單講就是有機肥啦 你看 都是蟲 哇 好多蟲啊 這這這怎麼下刀呢 我跟各位講 這個 這棵樹呢 已經有很多年 我已經忘記不知道幾年了 當然我移過來的時候 可能至少兩三年以上 兩三年 那這邊的都 這邊的根呢 其實它底下的根呢 它有的會長到這個盆栽的旁邊 有沒有 你看這個盆栽旁邊都是根有沒有 像這個根 在這裡 那它會沿著這個 這個戒指呢 旁邊呢 一直生長 那 我說過樹呢 它是要依賴這個 細根在吸水 當這個 根在生長到 已經沒有地方可以生長的時候呢 那它就有可能吸水能力就會變差 那剛剛我們已經幫它做修剪了 修剪之後呢 就算我們根不斷根的話呢 其實應該 在理論上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但是我們還是建議斷一下 那怎麼斷呢 那我會建議說 如果有空 你如果是很怕它說 你要斷下去 像有些人一斷啊 像有些專業的 他們是 他們控制的好 他們就直接拿 因為他們假設 他們用的是小盆栽 他們就直接拿起來 然後旁邊的根 假設這個大盆栽 然後把旁邊的根這樣斷掉 斷掉之後呢 再把它種回去 然後再重新生長 那是因為他們用的那個盆栽比較小 所以他們這樣處理 我們這盆栽大呢 就比較簡單一點 比較好處理一點 那 我們只要呢 預計斷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就夠了 假設我們今年斷這一邊 明年斷這一邊 然後後年呢 再斷這一邊 這樣子呢 就不怕說 因為我們在斷根的過程中 如果哪天天氣熱的時候 沒有根 沒辦法吸水 那就乾死了 就不會有這種現象 所以我們只需要斷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就可以了 我們主要是斷根 讓它有空間 重新再斷過新的根 這是我們的目的 那我們剛剛介紹這個軍刀具呢 我們刻意挑了一個長的呢 就是 就是要這樣用的 示範給大家看 那你如果沒有軍刀具的朋友呢 你可以考慮用鐮刀啦 鐮刀這樣割割割割也可以 來我們現在開始試給大家看 OK 把底下的樹皮都拉起來了 那我們現在就斷掉了這個 三分之一 就當作三分之一 好 我們就斷這一邊 然後呢 明年你要斷的時候 就斷這一邊 我們這樣斷下去之後呢 這邊的根它就會斷掉 斷掉之後它就有空間 重新在上面再長一次 我再斷一次看看 我剛剛怕沒有斷乾淨 所以我又再斷了一次 應該是OK啦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這樣斷掉之後呢 我說過一個禮拜內 你就不要澆水 因為現在我們選擇是冬天 天氣比較涼 所以你不需要太多的水 而且我們剛剛已經把葉子 已經切掉了很多 所以它也不太缺水 那各位未來你有類似的需求呢 都可以參考參考 當然我說過我並不是非常專業的 那有些人呢 看到呢 給專業的人看到 他一定會 會有話說的啦 其實因為我 因為我們在拍這個影片呢 其實也有一些 都是原意的高手 我知道 因為我們身邊都有一些朋友 給他看到他都會閒 所以呢 如果你有需要參考的人 你就參考 當然如果你要覺得說 你建議呢 你可以去問一些其他的 專門會修剪的高手來 來做教學呢 其實也是可以的 今天我們影片介紹到這邊 感謝收看 再會 再會